大家好,我是Gan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在2020年的时候呢,有一位良仔 他就跟我分享 他之前,在很早的时候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是做一些蛮危险的工作啦 然后薪水,那时候的薪水呢,也不是说很高 他会说,比起现在的人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的工作环境会比 他们当时那个年代 40年代的时候 会更加的容易,更加的轻松 至少有些工作呢,是不需要 冒着生命的危险 那么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我们尽量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不要生在负重不自负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你们所现在所拥有的意见 我会跟你说,什么非常危险的工作 我说过 这个900公车啊,只是唯一啊 其中一件而已 也算是最高了 没有了 它上面的风啊 会吓死你,没有骗你的 假设你身上没有白线东西啊 你别飞掉 我会跟你说,什么非常危险的工作我说过 这个900公车啊,只是唯一啊 其中一件而已 也算是最高了 没有了 它上面的风啊 会吓死你,没有骗你的 假设你身上没有白线东西啊 你别飞掉 这是什么工作啊 你出世在40年代啊,你就看到我做了工作了 天底下最危险的 船长啊 什么危险工作了 船长的那个环啊 什么牵线啊 但是新加坡的牵线是在上面的 学院不是一条线的一条线都过没有 那个电台不是很危险吗 你是做管理跟电线的关系的吗 这个事啊 特别的因为啊 有些东西啊,是上面啊,坏哦 但是他们下面不要修理 不要装东西就利用我们啊 就从感受过人的上面啊 做一下,做那个东西做好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每天有的 是偶尔才有的 早期我什么都做了 早期人家叫我施展 我什么都做,我迷信的时候 我什么都怕了 我只要钱而已 现在老要不要了 像你们现在讲好名 坐在电脑那边看东西就有钱赚了 其实在看那些视频的人啊,他们是没有赚钱的 马来西亚我是有去做过啊 在那个 乌拉雅那边哪里我也是有去做过吗 可是那边比较低的 我好像我,我只是看那些 一些information啊 他们是没有赚钱的对 但是他们啊,假设你们ad多的话啊 他的video也就赚钱了 他赚钱比我更容易啊 你知道吗,看一个video多少人看 video啊,假设你们一直ad 一直看的话啊 他们赚钱赚到也不知道 这种啊,只是完毕啊 啊,是100块而已,OK,没有了 如果你现在啊,做一个啊 一个soblam啊 在你的电脑里面啊,OK 你帮人家去喊,但是要好看啊 你家下有人讲,你一直看,你一直ad的话啊 你的钱就慢慢进来了 但是你要出事啊,先跟你讲啊 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做亏本生意的 没有赚钱的东西,他会将冒险在上面 表演给你看 掉下来是没有命的 啊,人家的命不是拿来开玩笑的 是拿来赚钱的 你们的辛苦啊,我还是能够体会到 电脑也是不简单 啊,要用头脑,要用手 坐在那边也不能,也是很辛苦的 这个我明白,但是啊,我们以前啊,更加痛苦 啊,你们现在在家家里面啊,不用一会儿嘛 我们是满身大汗的 我们是拿生命来拿,拿生命来当主书的啊 会开玩家啊 如果人家中要看得开,看得开就开心了 不要想这样做 多花,多用就好了 OK,拜拜 OK,拜拜 拜拜 的爸爸